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代洛宾王的《永鹅》是一首充满稚气而又非常生动形象的诗作 《鹅鹅鹅》连续三个字 听着很像是鹅叫的声音 不过也可能是诗人在数眼前的一群鹅 这首诗据说是唐初四节之一的洛宾王很小时候的作品 一个制作的幼童是不是会认真地伸出手指 一一来点数眼前的物件呢? 正因为是幼童 他的观察一定是抓住观察对象最突出的特点 鹅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长长的脖颈 此刻它弯曲而伸长 向着天际鸣叫 这是形与生 而白毛与绿水 红掌与青波 这是鲜明的颜色的对比 简单而靓丽 没有任何的朦胧和暧昧 形 身 色 具足了 这已然是一幅不错的画面了 但画属空间的艺术 诗则是时间的艺术 时间得有延展 有过程 能最好的表现延展和过程的就是动作 扶 拨 正是动词 前者是在水面 后者在水下 两个动词 两句诗 鹅在水上的动态 完全表现出来了 这样动态的话 有声有色的诗 便算完成了 游凯 明星 惊 rag 算了 这 额 额 颠 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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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额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鹅 鹅 鹅 诗的第一句反复强调鹅 鹅 鹅 告诉大家引用的是鹅 同时鹅 鹅 鹅 也是鹅的鸣叫声 鲜声夺人写出鹅的声响美 取向向天歌 取向意思是弯曲的脖子 鸽 这里是比喻鹅的叫声 表示鹅的叫声很好听 此句译为 鹅的脖子弯曲着 对着天空发出动听的叫声 白毛浮绿水 此句译为 鹅全身雪白 身体飘浮在绿色的水面上 这首译为鹅全身体飘浮在绿色的水中 交替滑动 这首译为鹅全身体飘浮在绿色的水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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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首译为鹅全身体飘浮在绿色的水中